大家好,我是Alyssa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香水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這個 裝可愛 這個是椒蘭呢 就是藝術沙龍香水 他們就是最近有一個新的改版嘛 然後我看到廣告就深深被吸引 然後呢,我就是買到了他們這個 就是這種小好生Q香的這種小禮盒 所以我也還沒有打開來 我們現在就來打開聞聞看吧 好,現在來開囉 拆香水的時候 總是有一種莫名的 不知道什麼 多巴胺嗎?上身 就是非常的興奮 好,拆開來了 好 非常漂亮,我們要打開來看囉 好害怕喔,打開時 會不會爆炸 很美 然後呢,這個小Q香呢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個 八個味道 就是,我手上現在八個味道 這有沒有超美的 好美 我現在打開我今天整個人就是一個激動 好,然後 它真的很美耶 就是後面還有這個 它那個小蜜蜂瓶 有沒有看到 哇,真是美呆了 對,所以就是 我現在整個就是興奮到已經說出來了 怎麼可以這麼美 太美了 我的媽呀 這個 他們這次這個瓶子 真的我覺得還蠻美的 還是因為縮小 我覺得超可愛 好Q喔 真的是太可愛了 好,然後 其實裡面有一些味道 我就是之前去 嬌蘭他們的那個 林貴的時候 我都稍微聞一下 然後他們這次呢 有兩個新的味道 就是一個是那個 Cental Palosa 就是感覺是玫瑰彈香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 還有一個新的味道 是這個Rose Cherry 是櫻桃玫瑰 所以總共有八個味道 然後我現在就打開來聞聞看 然後 聞完今天想要跟大家講 我最喜歡哪三個味道好嗎 那我們現在就一個一個來聞聞看囉 第一個呢要聞的就是 這次我覺得很想聞這個叫做 彈香玫瑰喔 那我們來聞聞看彈香玫瑰是什麼味道 然後他這個小瓶子呢 是這樣子轉開 用轉的 就是這樣子轉開來有沒有 就是轉開來 好 然後他不是噴瓶 所以要自己這樣去沾著聞喔 我們先來聞聞看 這一隻彈香玫瑰呢 一面上來就是很明顯的 彈香的味道 可是他這個彈香呢 不是那種 奶奶甜甜的那種彈香 他是比較乾淨 然後木頭的感覺特別明顯 就好像彷彿就是那個木頭喔 彈香木頭的或是家具 那個木頭就在我前面 我就吸聞著那個木頭的感覺 然後整體呢 是比較輕快明亮的彈香 可能跟他這個玫瑰花香的關係 但是其實玫瑰在裡面呢 不是特別特別的明顯 主要呢就是比較乾淨 我剛剛說的就比較輕快的彈香 然後這隻味道呢 雖然是彈香玫瑰 但是其實說真的就是 我感覺其實也是一隻中性香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 所以算是我目前聞下來 還蠻好聞的一隻彈香的味道 然後下一個呢是櫻桃玫瑰 有沒有看到這個名字覺得很可愛 櫻桃玫瑰 應該就是甜蜜 小女生喜歡的味道 然後我們先來聞聞看 這一隻櫻桃玫瑰呢 名字清起來是櫻桃對吧 但是其實起來聞起來 它不會特別特別的那種甜喔 不是讓你覺得說 哇好甜膩的感覺 所以聞上去呢 你可以感受到那種甜甜的果香 花果香 的確它就是一個比較開心 少女 然後粉粉嫩嫩的 而且它這個甜甜的果香呢 後面還有襯托一點點就是 也許像是色香啊 粉粉的感覺 所以聞上去你覺得特別的溫柔 是一隻非常溫柔的甜甜的花果香 就是我也感覺很像 這種會讓我覺得就是那種小女孩 或是小baby耶 就是粉粉嫩嫩的 很嬌嫩的小水果那種感覺 就是還蠻可愛可愛的一個味道 然後不會太甜 所以也還蠻不錯的 下一個味道呢 是這個 Neroli Neroli呢就是跟橙花有關的喔 所以這就是一隻橙花的香水 這一隻苦橙花呢 聞起來很有質感 就是一開頭呢 它不是那種特別的花香味喔 你一開頭呢 還是感受到比較多就是果香 乾淨的果香 甚至是果皮啊 葉子啊等等 跟就是整體融合在一起 一開始的開頭呢 不會特別的有花香感 然後你整體呢 是非常的乾淨 然後呢 它不會讓你覺得 就是特別冷 還是屬於一個蠻中間的感覺 就是說很乾淨 然後很中性很知性 就是男生穿女生穿都沒有問題 它的這個橙花呢 就是是屬於讓我覺得說還蠻知性的 它不會就是很單純就誒就是橙花 它裡面的這種果香啊 跟果皮 柔韌在一起 就是整體的這種膠質 你會覺得說 欸這個 這個人的這個橙花 還蠻有層次感的 就是很知書打理的感覺 特別的乾淨 特別的知性 就是白天穿就是絕對不會出錯的一個味道 下一個呢 我們要聞的是這個 跟枝子花有關係的這個Gardenia 那我們來聞聞看是什麼樣的枝子花 如果說剛剛前面的橙花很乾淨 這隻枝子花更乾淨 就是它的而且它的氣味強度呢 就是還會更微弱一點 會讓你更覺得弱有似無 它是一隻非常可以說就是 就是千細柔弱的一朵枝子花 它特別的就是存在感不是很強 然後呢 但是它其實呢 你可以聞到還是有一些 甘甜 花的那種甘甜的感覺在後面 所以是一隻特別乾淨 特別柔弱 特別 嗯 很 不能說清新 就是非常非常的柔嫩的一隻枝子花 如果你今天用這隻香水 就會感覺就是 弱有似無 好像有穿香水 又好像沒有穿香水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欸有侵略性 特別的明顯 所以是一隻 還蠻有 就是弱有似無的感覺的一隻枝子花 然後下一個呢 是它這個 藝術桑龍線 原本就很有名的一隻香 叫做 土耳其玫瑰 又可以翻成野蠻玫瑰 然後這隻香水的 它像是呢 Francy Crocchen 就是我很喜歡那個調香師 那我們現在來聞聞看這個香水 怎麼樣好玩嗎 這隻野蠻玫瑰呢 它其實聞上去呢 不是那麼經典的玫瑰形象 就是你不要想像說 哎呀 一面開頭就是玫瑰花香 它的這種玫瑰呢 它更強調它就是打造一種 我覺得說是比較現代女人的花香 然後它呢 是比較白天之性優雅的 而不是那種特別的嬌媚 也不是特別的艷麗 它是一個很白天自性 開朗大方的女性的那種花的形象 所以這隻野蠻玫瑰 雖然我不太知道 條香師它的這個命名是為什麼 就是而且它其實不是那麼的典型玫瑰的味道 我覺得它特別適合想要表達個性 與眾不同 因為它不是一隻那麼能夠被歸類的一種花香 因為剛剛說它也不是玫瑰 可是目前也市面上 我也不敢說它特別是像哪一種花 那它這些材料合在一起呢 特別那種明亮大方自性的這種女性的感覺 所以特別適合我覺得如果白天 就是穿著的時候特別可以表達就是那種自性啊 幹練的感覺 就很適合用這一隻野蠻玫瑰 下一個味道呢 這邊寫的是double vanilla 所以就是感覺就是很多很多香草的感覺 那我們來聞聞看就是 是什麼樣的一個香草的味道 這個香草作品 聞上來會讓我不會覺得有特別的驚喜 就感覺在其他很多其他品牌有出香草的 都可以聞到跟這個類似差不多的作品 算是一隻比較經典的 不會出錯的一個溫柔的香草的感覺 就甜甜的也很適合冬天使用 下一個呢是之前聽說斷貨非常難買的這個 Angelique Noir 直接翻成就是黑色的歐白紙喔 那歐白紙呢 西方式歐白紙 在中國類似的植物就是檔鬼 所以你也可以叫它黑色檔鬼有沒有 感覺現在要進補了喔 冬天很冷對吧 這一隻歐白紙呢 迎面上來呢 是很有綠色感覺的一種茉莉花香 很清新 而且你特別能夠聞到很多那種 白色花香的那種 你知道花朵的那種芬芳感 特別有花香感 比前面剛剛那個枝子啊 橙花都讓我感覺有更多那種新鮮 我們去花店買那種新鮮花的時候 不是特別有那種新鮮花的味道嗎 所以這隻歐白紙呢 特別的有那種花的芬芳的香味感覺在裡面 然後你說它黑色嗎 其實也不會感覺特別的暗黑喔 也還好 給我的感覺還特別的溫柔 因為它就是一隻聞起來很綠色的花香感 彷彿現在我前面就有一個 一束就是茉莉花在面前 然後很清香很芬芳 所以感覺很像林志玲姐姐那種 就是大美女用的香水 這就是我對她的一個感覺 好然後我們最後一支香水呢 是這一支 Cure什麼的 後面我不會念耶 Beluga 最後我們是我們這一支呢 Cure Beluga 然後感覺呢 是跟皮革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來聞聞看 是什麼樣的皮革 這一支 皮革味的香水呢 它其實不是那麼酷感的 它還是比較溫柔的 因為後面就是甜甜的 甜甜奶奶的皮革的味道 比較像是擠皮絨吧 就是我們那個 你知道所謂的 就是擠皮絨麵感覺 就特別的滑順 特別的溫柔的一種皮麵感 結果現在秋冬用這一個 皮麵感的這種香水呢 感覺特別的溫暖 所以算是非常非常溫柔的 然後很溫暖的一種感覺 所以如果呢 你今天是第一次接觸這個品牌的朋友 然後如果你想從裡面選一支香水的話 我會建議你買 就是我喜歡的第三個味道 就是這個 土耳其玫瑰 野藍玫瑰 就是因為這一支玫瑰香呢 是在市面上 不是很常聞到 也不是很容易聞得到的一個味道 應該就是說 它滿有它的標誌性跟獨特性的 就是在花香類裡面呢 就像是Chanel 5號一樣 就是你一聞到就可以知道說 喔 這個就是Chanel 5號 那像它也是一樣 就是它很獨特 你一聞到就 喔 這是土耳其玫瑰 就是在別的品牌聞不到 像這樣子這種花香感的 花香型的香水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想要買 他們這個藝術沙龍的話 朋友會建議你買這個土耳其玫瑰 第二個我喜歡的味道呢 是就是剛剛的黑色的當歸 雖然就是從前面到後面 就是我剛剛又繼續聞了 就是當歸依舊沒出現 但是沒有關係 就是調香表裡面一定會有 但是可能它的份量非常非常少 但是有時候品牌為了表現 它的獨特性 把當歸拿出來命名 是不是就很有趣 但是它其實它是一支 跟茉莉白花香型有關的香水 那這支當歸我很喜歡 因為它這個茉莉花香才太吸引人了 就是在白花裡面 我覺得真的很被它打動耶 就還蠻喜歡的 就是在那麼多白花香水裡面 這支我還 目前我倒真的是有被打動的一支 當歸香水 好 然後最後一個我最喜歡的味道 也是基本上也是 如果你今天想要只買一支香水的話 我也會建議你買它 就是剛剛的這個玫瑰彈香 那這個玫瑰彈香我剛剛前面有說 其實它的玫瑰沒有特別的明顯 所以男生其實也可以用 它其實就是一支彈香的香水 然後現在天氣漸漸變了 然後秋冬季 聞到這個味道實在是 噢 欲罢不能 就這支彈香我真的很推薦 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它 好啦 所以今天呢 就是這三個味道 就是我最喜歡的三個味道囉 那就是你喜歡什麼味道 也歡迎留言給我 告訴我囉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了 掰掰